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喽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们是来自高雄的Classic Tree 我是依云 我是冯一辰 我是玉宁 两年前我们都在美国的不同城市 因为当时美国的疫情很严重 所以我们就陆续的回到台湾 我们就组成一个室内院演出了一场 比较小型的沙文音乐会这样 然后我们就决定的是帮我们谢谢看 这一次我们选了三个作曲家的作品 第一位是贝多芬 然后德佛扎克 最后是史麦塔纳 我私心还蛮喜欢德佛扎克的室内院作品 因为觉得他在编写和声方面很丰富 色彩很鲜明非常的好听 这样子 最后我们选的是麦塔纳 其实是因为我们争选的时候 我们是选这首的第三乐章 当初觉得他是非常有张力啊 然后层次非常丰富的一首曲子 因为这首曲子 是史麦塔纳 经历了三个女儿离世 还有他妻子离世后 是用很深刻的情感写日程 那希望跟我们一样在疫情之下 希望大家可以一起度过 对度过然后继续前进这样子 我们三个儿就是非常开心 非常融洩 对 我们一可以就是被听着我们肯定 让我们有更多的动力也可以去 就是分享音乐给各位听众 这样子 给大家听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